一個音色可以 麥克風好像唱歌用 嘿 重點是 因為很多技術上的東西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重點是你們聽到節奏就可以開始打 譬如 嘖啊嘖 嘖啊嘖 等等 這個東西其實 自然就好 但是唯一要練的東西是一個很簡單的管音 就是一顆一樣的骨 有些人打起來低音是低 有些人打起來低音是 會變這樣 所以你們唯一要修正的骨 我相信應該只有把音色修到 每一個人打起來都差不多 這樣大家會比較好配搭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有很多拿法 你們那時候學長來的時候是拿這個樣子 但是很小 所以就腳要夾這樣 然後因為我本身一開始 是學中東骨器夾的 所以中東骨器夾在底下 不管多大 然後一開始我會先用這個東西跟你們講音色的差別 好 那像很多人說非洲骨一開始怎麼練 就是把音色分出來 就是低音要像低 高音要像高音 然後還有一個兵符的聲音 但這三個東西 Reverse還是很大 Reverse可以輪這樣 很像眼部在一起 然後這三個東西 其他音要混在一起 然後打得穩定的話都會好好聽 像是這樣 好 低音高音 把它拆開以後 打簡單一點 好厲害 不管說這個節奏 基本上一萬首歌狂掉了 對 只是差快跟慢而已 好 唱笑歌 沒有人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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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點是話錯回來 你們練這種東西 一開始就是把兩個聲音 剛剛講有三個聲音 但是你開始只要練兩個 讓它聽起來 懂跟踏 有不一樣就可以了 懂基本上不是這樣 然後你唱的任何節奏 都可以用這麼來表現 好 其他 其他 搭套 搭扵 搭扵搭 보는 branches 搭扵搭搭桂 搭扵搭桂 搭桂 如果有阿姨 我們要演過 試試試一下 搭攪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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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ss ∙臟 你只要唱 了一開始沒有鼓也沒關係 你就打答候 或者打桌子 hind 萬物都有分兩個聲音 對打小孩水 他一定可以做出兩個不同的音色 好,這裡有一個學習的重點 因為你們學校是這樣打的,所以我這樣教你們 雖然聽起來比較虛一點 對啊 好,像這個東西 你不管打什麼音色,你打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用一樣的技法 你只要輕重不同,它就會分成兩個不一樣的音色 一開始用一隻手就可以練 高音也是 好,一隻手還可以 好像不會太難的話 兩隻手一開始就可以直接做四連音的東西 然後把它做成節奏 然後這個東西有練的方式 就是一開始你什麼都不要管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等每個一變成重拍 它就會變成一個節奏 譬如是這樣 這裡 所以 第十字幕 所以不管你們學到任何的用手打鼓的東西 你們就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左右手讓它出一樣的聲音之後 再把第一下變掉 一樣的聲音就是這樣 好 不管啦 隨便 你一開始沒學的可能不會這樣空起來或幹嘛 你就 我想一個 好 用這樣好了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樣把它變成四個音 各位 不管什麼都是 一開始先把右左右左先放D 然後在鼓譜上面就是寫R跟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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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學好非洲舞的第一步 其實不管任何打擊樂器都一樣 你不管是打爵士鼓也好 打什麼 你一開始就是先把右跟左 訓練到 看到L就知道是左 看到R R R就知道是右 一開始有些人會覺得很簡單 其實沒有 你一開始慌的時候 R在哪 這個嘛 錯 這是L R R R 所以一開始你 L R R 要先 開始 做得順一點 對 再一次 像是這樣 當講到兩音色嘛 我們可以跟這個練習一起來試試看 就是 低音音跟高音 然後分別是 全部都是用L R 去做 像是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 你不管打快的還慢 你都一定要一個東西 叫Grooping的存在 然後Grooping是音樂的 一種輕跳的感覺 就像喜德常常來我們那邊 其實我都不太好一直講 阿卡這個東西要練很久 可是它有一個 比較沒有靈魂的地方 它會變成 可能很快或幹嘛的 可能很快或幹嘛的 要有一個重點在的話 你必須慢下來練 像是這樣 然後要做到什麼地步咧 不是說自己就說練好比較好 你要到旁邊聽的人會開始 欸 能不能經過的時候 覺得蠻無聊的 欸 聽到你這個東西會開始這樣 但是我一開始 我的印度老師跟我講 你沒有辦法感動其他人的話 你自己都是在亂玩 像是這樣 你們這個能點頭 隨便 這個太 太早 但是至少要做成是 然後輕一點 所以也是要有一樣的那種 心跳的感覺 存在